我们预计有可能会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在明天下午到明天的入夜之间 也有可能对部分的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台米不断长胖 海温让它结构更扎实 暴风圈也扩大 目前海距离俄岸比东南方730公里 以每小时7公里向北北溪移动 气急风 暴风慢进120公里 预计周一晚上会增强为中台 周三周四最靠近台湾 未来可能增强到中台上线 甚至墙台 路径往西修正更靠近台湾 从各国路径预估 台湾和美居都倾向在周三加速后 往西偏折很贴近台湾陆地 从北部海面通过 但日本和大陆预估 海米的台风中心很大几率会登陆 无论是台风是离台湾北部海面通过 或者是从宜兰这边 或者是从东北角附近陆地上面登陆的话 通常都还是会非常明显 大雨好雨 单从日本气象天预估 最靠近台湾时间也在周三早上9点 一直到周四 会从宜兰登陆通过台湾 路径从基隆 彭家宇通过的西北台非常接近 也能算广义西北台 因为没有山脉缓冲 外无环流的西北风 不止雨大 风也会很强劲 上个正统的西北台是2004年爱立台风 北部山区雨量大 什么水库原水浊度太高 北桃停水很久 江专家吴胜宇也认为 七级暴风圈半径将涵盖加异 台东以北 十级暴风圈半径有大台北桃源宜兰影响范围大 而且周三前都在年度大潮期间 提醒北部西班部低沙地区要延防淹水 TV新闻新闻想早日在台北前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